自硝岩与小依仙夺的宝藏后 墓丽将小依仙囚禁 同时飞信传书 引硝岩进入魔兽山脉 并设下重重陷阱 要劳石破墓丽的诡计 师徒二人将计就计 在魔兽山脉寻得一处隐蔽洞穴 开始了苦休 难道这小子要突破六星斗车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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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还真得多谢狼头佣兵团呐 那帮蠢货怎么可能骗过老十年啊 狼子用心不值一提 你这臭小子少拍我马屁啊 别忘了距离你与云兰宗那丫头的约定 也仅仅就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请老师放心 对于拿来燕燃 我可不想在那三年约定上输给他 你知道这两年我付出了多少 他是我能够在这些苦修中 坚持过来的重要因素 那就抓紧时间 老师说的是 不过现在又有客人到忙了 老师你会不知道 果然是狼头佣兵团的人 你说啊 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用在这儿咱们这么多人吧 管他呢 那小子可值八千金币呢 闭嘴 你不知死活的家伙 这里可是魔术山脉 把燕军都给我放掉 有好戏卡 蛮蛍 despite failures 你爵爵的怕煞来煞 对 老师 哈哈哈 Cristian 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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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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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这个人给我留下来 你还来劲啊 你 你是谁 你们不是在找我吗 你是萧 萧妍 答对了 再动一下砸烂你的脑袋 萧妍 你杀了我 狼头佣兵团不会放过你的 放过我 一直就没放过我吧 别别别 少团俩早就在魔兽山派 布写了陷阱 只要你放过我 我全都告诉你 莫莉 你这是想来个不死不休的 莫莉少爷 我看你有多少陷阱刻骨 你不一次我破一次 现在 游戏才刚刚开始 黑色军使 他是萧妍 抓住他 六天四个 十一 莫莉少爷 可倒要看看 你还要派多少人来送死 你爷爷的 真别屈 堂堂六星斗者 居然陪那娘们出来抓什么血狐 小声点吧你 那娘们可是三团长的晋鸾 小心三团长直接把你丢去喂狼 十七个 谁是下一个呀 啊 十七人 说 现在狼头用兵团实力最强者 都是哪些人 是 是我们团长牧蛇 他是二星斗士 在他下面 是九星斗者的二团长干幕 和八星斗者的三团长 赫蒙 就是你们刚才说的三团长 他在哪儿 他 他在山脚下 三团长可是八星 八星斗者正好拿来练练手 事情弄得怎么样了 父亲 我们的人早就埋伏好了 我就不信那小子能够一辈子 躲在魔兽山脉里 只要他按捺不住一出现 这宝箱钥匙唾手可得 做得不错 报告团长 少团长 说 我们派到魔兽山脉的佣兵 却 却都死了 什么 都是怎么死的 看伤口 大部分是被重型钝器所砸死的 父亲 难道是 武器是重型钝器 那必是硝烟 之前我与他交手时 他不过才二型斗者 但你别忘了 他竟然能一张将你轰退 如果真是硝烟 那现在他所展现的实力 绝对不下七星斗者 说不定还八星呢 那家伙在魔兽山脉中待了一个月 便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无论如何 我们得重新部署计划 没错 要尽快将这小子捉闹 父亲 那万药斋那边 别担心 明天让人散布谣言 就说小遗仙得到了某位强者的遗物 而遗物很大的可能性 便是十传已久的依经圣殿 和玄杰的斗器功法 总有些贪婪的家伙 会想办法藏他手中取得那所谓的遗物 小遗仙没有什么威胁 我最担心的还是硝烟 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天赋 这种潜在的敌人 我们一定要在他未成长起来的时候 就将他毁灭 否则日后他的报复 我们将承受不及 去把贺蒙给我喊来 听说贺蒙三团长带了几个兄弟 陪兰夫人进入魔兽山脉抓雪狐了 蠢货 这脑子里只知道女人的蠢货 难道不知道 狼头佣兵团最近的处境吗 该死的家伙 直走死在女人身上 父亲 贺蒙是八姓斗者 如果他遇上硝烟 说不定还能顺便把他给收拾了呢 是 是 你那家伙的脑子 他能活着回来 我就满意的很了 不要吗 不要吗 是 三团长 好吃吗 哪 哪有你好吃啊 你这个冤家还没吃够啊 天天吃也不够啊 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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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兵团的 是 三团长吧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来杀你 你是硝烟 真是荣幸 竟然能被三团长记挂在心 有道士 是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闯 闯 闯进来 小子 你还真是有胆 竟敢单独自杀我 不过也好 倒是省了我 我的麻烦 要打就快点 大爷可没时间陪你玩 小子 小子果然有些门道 不过 我修炼的可是防御最强的岩石攻法 你的实力还破不了我的防御 也就给我挠挠痒罢了 现在我就让你尝尝我这手铁拳的 不解放了 你竟敢嘲笑我 去死吧 滚开吧 犯人的仓 不愧是昊仑 醉势和肉魔的斗技 这力量 这真假 热身板 也妄想和狼头游兵团作对 简直就是这招死 哈哈哈哈 结束了小子 光阶高级斗技 四重大力悬 小爷 我要让你尝尝肉体爆裂的滋味 咫哑哗 哑哑哑哑 压omon 功业 忍武名 骑哑啊 胜口 这咜怎么会这样 趁脾势 сам friendly 请问三团长 怎么爆裂啊 结束啊 宋团长 什么 发极方方 小赞 有掌镜 之前在魔兽山脉的修炼没白费 没错 老师 我说过 凭你的实力 根本破不了我的 方 方 那可不一定 这 竟能杀了贺盟 谁干的 硝烟 我要把那小杂种 随时我锁 听令 从明日起 实力在五星之上者 统统进入魔兽山脉 发现硝烟的踪迹 肃用竹少联系 是 小杂种 你猖狂的日子 到头了 小野那家伙 竟然真的开始报复了 才一个月不见 就能够击杀贺盟 那至少 也是八星斗者了吧 小野 你可真是个天才 谁啊 小姐 姚先生想要见你 姚先生 请进来吧 小一仙小姐 最近还好吧 当然好啊 不知姚先生找我 可是有事 想必你也听说过 那个名叫硝烟的小子吧 嗯 说起来 在你进入山洞寻宝的时候 他也跟你在一起吧 姚先生 我想或许你搞错了 我与硝烟 不过是萍水相逢 我因为采药落入悬崖 有幸得他救助过一回罢了 至于那什么 山洞寻宝 抱歉 我们还真未见到什么宝藏 不过我倒听说 在护送我们回来的时候 狼头佣兵团突然离队 似乎是寻找到了什么 哦 当真 千真万确 如果姚先生 对那什么宝藏感兴趣的话 倒不妨拉着 另外两大佣兵团的团长 去狼头佣兵团那儿 看看他们运回来的东西 我只是随便问问 好 那便先不打扰你了 小爷 小爷 你在哪儿 小爷 老师 你可知道 往后要面对的对手 将会更加强大 徒儿知道了 好 把你的寻仲尺给我 给 快 快 这 恐怕才是真正的强者吧 一节动计 夜分尸了 这就是你一节动计的威力 夜分尸浪时 地阶跌几道计 炼之大臣 披衫断浪 与手投足 老师 这么厉害的招式 你怎么现在才使得教我 切记 与你的实力 此招最多使用一次 若是强行使用第二次 那你将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内伤 到时候说不定 还有影响以后的潜力 所以不到关键时刻 不要随意动用 谢老师 围起来 真是小看你们了 小颜 我们又见面了 跟皮丑啊 还想玩什么 只要你老老实实把宝箱钥匙交出来 也许我还能请我父亲留你一条小命 你父亲又是哪位跟皮虫啊 不是台军 放箭 小颜 凤凰 洗澡 硝烟身上有玄阶功法 谁杀了他 功法是归谁 杀了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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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阴动的王八蛋 来吧 小爷慢慢陪你们玩 看来只有 小颜 游戏结束了 不许 这下小颜插翅难飞了 跟屁虫儿的爸爸也来了 这狼头佣兵团算是到齐了 小子 交出东西 让你死得痛快 有种过来拿 小杂碎 拿命来 凤弦步 这家伙神行结束 所以居然如此精神 小子 快点 先动使 小子 小子 结束吧 只为活着 切记忆 以你的实力 此招最多使用一次 若是强行使用第二次 那你将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内伤 小偷宅 小偷宅子 临死前还要挣扎一下 死了 什么了这是 什么了这是 燕奔 四郎吃 这让你见识一下宗师的厉害 狂人刀狐 没没想到这小子 深不可测 今天你必须死 抱歉 或许不能如你的愿了 今日围杀 萧嫣铭记在心 来日 定原封回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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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舒坦 这是哪里 子火呢 我的身体 海心脚 这还是温的 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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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吗 他竟然把这贴身的东西给留了下来 他还是继续回去 做他那瘦人尽量的都慌了 想那女人了 要不要为时帮你去找回来 好啊 好你个大红鬼 人家是堂堂斗黄神 其实你要找他就会出现的 给你留了这件宝贝 已经很看得起你了 这可是云之贴身的保命软甲呀 小子 你以为那姑娘就给了你一件软甲 更大的离你还没发现吧 我知道啊 还有一份斗计 比这更大 哈哈哈 你运功试试 是 怎么会 怎么会变九星了 怎么样 我说这份礼更大吧 哈哈哈 老师 别卖关子了 告诉我 是不是云之探 嗯 昨晚异常凶险 本来 我以为那姑娘要弃你而去了 我正准备出来救你 没想到 没想到那姑娘竟然以身犯险 助你疗伤 她用这种方法 将斗气最温柔的 对 然后 她看起来 这事 线杰斗技 抱步 嗯 好 还不赖吗 虽然你现在连跳两级 已经到达九行 但基础并不牢固 必须勤家苦练 方打败牧蛇 人呢 老师 不要牢牢了 快来叫我抱抱吧 臭小子比我还挤 老师 赶紧叫我抱抱吧 好 有志气 看好了 保护 哇 八旗崩 这个抱抱 配上八旗崩 加上你的九星功力 绝对是晋升格斗的爆炸输出 远迟 谢谢你 谢我 自己人 不用谢你 虽然那女人已经将你体内的紫禁云 另化过一次 但是 若是任由紫火提升你的实力 你体内的弃玄 最终将会被直接杖破 紫禁亦师王之所以能够直接提升整整一阶 那是因为他的肉体强横 根本不用害怕被紫火反噬 而你 若是依靠紫火晋升斗尸 恐怕早就化成一堆灰烬喽 搞了半天 这补药原来还是毒药了 无妨 这一个月之内 你必须每天猎杀五头以上的一界魔兽 只有战斗 才能让你体内浮躁的斗气 变得稳扎 要不然 等日后遇见一伙 你根本没资格去吞噬 五头便五头呗 石头小爷我也不放在眼里 少废话 赶紧 是 老师 牧蛇 是你把我逼进了魔兽山来伸出 现在 是该逃回来的时候 卡哥 卡哥 我跑不动了 灵儿 不能停啊 战利品千万不能落入狼头贼人这手 不行不行 实在跑不动了 不好 追来了 快跑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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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作点 卡哥 别管我了 带上战利品 赶紧和晴月会合 赶木 赶木 你个无耻之徒 有种就来呀 我刚才见你喊赶木 是谁 是狼头佣兵团的赶木吗 就是他 二团长 他不仅想夺取我们的战利品 还想对灵儿 正好我想找他玩玩 你们是 我是血战佣兵团的卡钢 这位是灵儿 喂小子 别仗着气盛逞能 打哪来的回哪去 狼头佣兵团 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也是 快走 别管我 哼 来的可真是时候 那小子是不是脑残啊 卡钢 你怎么不拦住他 这是送死啊 锁星一起上 兴许还有一线生机 等等我呀 快点 把这里品锅抢了 还有那小妮子 今晚我可是要他母子小切呢 哈哈哈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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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负 通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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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 西长 可恶啊 谁啊敢拿老子开涮 呸 你就是甘牧 小兔崽子 甘牧这名字 也是你随便叫的 去死吧 这 怎么会 猛虎下山 我小看他了 没想到他这么 继续啊 来者 报上名来 你爷爷 什么 我叫你爷爷 你是萧嫣 你居然还活着 正是你爷爷我 萧嫣 他就是那个把狼头拥兵团 搞得鸡飞狗跳的萧嫣 天堂犹如地狱无门 今天就是你的死情 纳命来 来 记住了 杏杆 今日就是你的忌之人 死忌一道 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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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杏杏杏 你说什么 杏杏 我知道他的消息 万耀斋的姚先生 早就想对小一仙图谋不轨了 他可是一个阴毒之人 我们老大都忌惮他三分 我看姚先生收留小一仙 罪王之义不在情 多半是为了搞到小一仙那本七彩毒精 这么说 小一仙现在有危险 灵儿 小心 女娃娃 给老子当人质吧 什么 宝布 拔吉崩 你没事吧 多姓少爺 他日我血战佣兵团一定 这 这 哇 太帅了 你说什么 小一仙 我来了 听说干母被一个不知名的少年杀死了 据说那少年有一把可怕的锯齿 是吗 就是说 是我 小眼 天哪 我以为你 你知道我有多的 是 这里不安全 若是想赶紧跟我走 怎么 如果我就这么跟你走了 要是被狼头佣兵团知道 势必大肆搜捕 惩记于肉百姓 我本来就想要除掉那帮祸害 只是担心你 所以先来救你 哟 这么担心我呀 那是 朋友吗 来 小眼你先别急 喝口茶 我们商量一下怎么计划对付他们 传令下去全面搜索硝烟的踪迹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逃脱 抓到硝烟 杀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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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线 你这是来客人了呀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呀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哥哥 没想到你还有个哥哥 小兄弟这么晚拜访万药斋 有何贵干呢 今晚我要带小一线离开这里 怎么了小一线 在我这万药斋住不惯哪 哪里呀 姚先生照顾得很周到 哪里会住不习惯呢 那这是 只因小女有药室在身 所以要先行离开 这顶钱算是小小心翼 以报姚先生照顾之恩 难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需要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吗 哦 对了 你这位哥哥 应该就是硝烟吧 要是狼头佣兵团 知道你在这儿 够了 你想要什么 别装糊涂了 七彩毒精 拿来 姚先生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哪来的七彩毒精啊 今天 你不交出七彩毒精 就把命留下 哦 对了 还有这位硝烟哥哥的命 也一并留下 一群虾兵血浆 那都一起上吧 黑色巨齿 这是 这 这 别躲啊 怕什么 年轻人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本事 就能把我万药斋来撒野 告诉你 就在我进这房间的一瞬间 我已布下了剧毒 硝烟 你不觉得现在浑身无力吗 报 报团长 已经打探到硝烟下落 在哪 就在万药斋 什么 他带来多少人 就他一个 一个 你确定他是一个人 一个 千知万倦 传令集合 活速前往万药斋 是 是 姚先生的下毒本领 我又何尝不知 只不过你的毒 我已经破了 什么 我事先在茶水里 放了解药 我们商量一下 怎么计划对付他们 倒是你姚先生 生怕被我下毒 这些日子来 都不敢靠近我三尺之内 今天 来我这里 是不是有些大意了 我的椅子 可不能随便走 现在才看椅子 是不是有些迟了 你 我这毒药啊 发作起来 你会腾上七天七夜 之后筋骨寸断 弃绝而亡 别想了 只有我的解药能解 解 解 解药在哪儿 解药啊 好像这壳茶里还剩一点 我这儿 喝光了 要不你明天来喝 现在是不是感觉身体无力啊 小医生 看在同行的份上 放我一条生路 放我一条生路吧 让我们走 解药就给你 撤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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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撤 多谢喽 小爷 我们走 小医线 没想到 你有那么多巧心思 我硝烟完全学不了啊 傻瓜 女人心还得真 走了啦 小兰 小医约 金药 金药 别想太大人了 多谢 多谢 小医红 护手团长 好久不见啊 是萧衍 抱歉 我来踢场 好小子 有种 牧蛇 一段时间没见 你还是喜欢躲在后面上威风 我这叫运筹帷物 恐怕出馊主意的 是占你后面的龟儿子吧 给我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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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队 кли 两 你 少爷 闪开 小爷 千万不能大意你 放心 看我的吧 小爷 不要因为有了帮手 我就怕了你 我看你如何破我的斗气杀意 废话少说 有种来啊 看招 攻向路 好不 急不蹭 今天不管如何 都得死在这里 这话上次你似乎便说过了 什么奇葩玩意儿 这么重 这尺 不好玩吧 还行 吹火掌 吸掌 你 保护 拔击棒 你 没想到区区一个斗折 剑着如此高级的斗气功法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火星炼城的功法 你 没想到区区一个斗折 嘿嘿嘿嘿嘿 拜你和小依仙所持 那山洞中第三个石河中 正好有一卷士和我修炼的高级斗气 今日也让你死在他之下 没想到 这老家伙竟敢保着风险 强行将石河打开 锦鱼之战 不能再有所保留 好 无耳切记 气寻发力 不要走六点弓心 是 老师 王志宜 献魂 士郎诚 你悄悄 你破坏 大狗 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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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流血了 没事 没事 只要你安全 我就放心了 小心 小心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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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下子 死我了 我以为你 没事 有他保护着呢 小爷 你太厉害了 不过你伤得也不轻 不如我带你去个地方 安心竟有一段日子吧 好啊 小爷先 那么漂亮珍贵的护身软甲 哪个姑娘送的 这 这 笼罩在青山镇百姓头上的阴云终于消散 狼头拥兵团彻底溃败 晨曦微露 一时美梦无两 蓝鹰带着小衣仙和硝烟前往一处神秘之地 广鹰带着小衣仙和硝烟前往一处神秘之地 大衣仙和硝烟前往一处神秘之地 徒儿 此果能量精准 对你突破斗尸大有帮助 是 老师 喜欢这儿吗 当然 与世隔绝 人际罕至 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呀 若不是有一次小兰偶然闯了进来 我恐怕也不可能发现这处奇地 哦 怪不得 我们在这里待一阵子吧 七彩毒精中需要的某些药草 只有这儿有 好 这地方可遇不可求 你炼你的药 我修我的功 就这么决定了 嗯 那 我们暂且住在这里吧 简陋了点 你能习惯吗 由你相伴 睡哪儿我都习惯 这 这么胡说八道 啊 啊 嗯 啊 啊 小雨仙 小爷 小雨仙 瞧你 一头汗 快猜猜吧 小爷 来吃饭吧 好 好香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雨仙 好手艺啊 谁娶了你 那可真是有口福喽 真是个大笨蛋 小雨仙 你 你怎么了 估计是采药采得累了 没大碍的 你 你看 确实没什么事 你确定没事 哎呀真的没事了 不信你看 我去 我去 你去就回 你一个人去没事吧 没事吧 哎 你确定这里能逮到二阶兵魔兽 哎 什么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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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小雨仙 连老师都不会叫了 哦 是老师 啊 哼 这还差不多 你看 这一带 通常是兵魔兽的活动区 至于能不能找到二阶的 那就看你的运气咯 这种魔兽的魔盒不好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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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儿 你没事吧 嗯 嗯 我和卡钢 生死和甘母遭遇之后 体力还没完全恢复 现在打魔兽 最有些力不从心 没事 有我在呢 啊 啊 啊 这 啊 啊 不好 叶子 这里怎么会出现二阶冰雪魔兽 秦爷 你没事吧 宝布 发尽方 萧颜 是你们 咱们又见面了 果然是他 萧嫣 多亏你及时赶到 刚才好险啊 是啊 今日又得萧兄弟相助 仗义 仗义啊 对了 萧兄弟 这是晴燕 叶子 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萧嫣少侠 之前被干部追杀 也多亏了他出手相助啊 原来这位就是萧嫣少侠 九阳大名 举手之劳 客气什么 小秀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找二斤魔盒的 跟踪了他这么远的路 可惜啊 白出手了一次 不过也好 正好帮了你们一把 你很需要二斤魔盒 是的 给 这是冰雪魔兽的魔盒 你拿去吧 果然是二斤魔盒 你不但救了灵儿和我们的姓名 还诛杀了牧蛇 大恩难以言谢 请务必收下他 既然如此 那就谢了 小秀 我终于踩到二斤魔盒了 只要再找齐炼冰心丹和护卖丹的药 我就能 小秀 别过去 怎么了 看着孩子现在的情况 他很有可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特殊体质 恶难毒体 什么 恶难毒体 他们靠吃毒药来不断提升自己实力 但是当哪天毒体压抑不住体内毒斗气时 便会带来万毒分身之痛 在折磨中缓缓死亡 莫非上次晕倒 就是发作前兆 老师 这病能治好吗 很难 萧嫣 你 终于回来了 我晕倒的时候 你有没有碰过我 没有 小秀 你也不想想 你这恶难毒体 我要碰了 不就死了 哪里还能坐在这里 陪你说话呀 别怕 我会照顾好你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你彻底摆脱恶难毒体 你相信我吗 小爷 我问你一件事 啥事 快说 我想在斗气大陆周游一圈 你跟不跟我一起去 做梦吧你 你这身体怎么周游 我已经决定了 等药物采集完毕 我带你一起走 是不是很意外啊 我消炎说到做到 一定治好你的病 你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采药 你不好好休息 下床做什么 我都好了 等不及想和你一起周游事件呢 对了 你要找的药材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但还是太少 明天我再去采一批 然后啊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真的 太好了 能不能陪我出去透透气 嗯 别动 可惜 美好的事物 总是转瞬即逝 要是我们能一直这么在一起 多好啊 放心 治不好你的恶难毒体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下雨了 要不咱们回去吧 再待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 凡事当心 要照顾好自己 我是说打磨刷和找药材 小意思 不用担心我 这么快就睡着了 小医仙 药材我都采好了 出发吧 小医仙 小医 小爷 我走了 不要来找我 小医仙 你也要好好修炼 不要因为我的病 耽误你的大事 而我 已有许多尚未完成的事情 必须去一一实现 此生与你 若只相逢 如梦一场 有缘再见 小医仙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玉皇 柳昭君 小医仙 我 从过至今 还从未有人 治好不扼难毒体 我真是 他还傻了 他这是不想让你 为他白白浪费时间 好姑娘啊 小医仙 有朝一日 我小颜 一定要治好你 这就是黑炎城 吞噬了紫色火焰 焚焦才减化了义气 预料之中 这焚焦功法的减化 需要能量极其庞大的义火 你这紫火本来就没达到条件 能够让弓法勉强地减化一击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义火 不过 在吞噬义火前 你还需要准备几种 必不可缺的辅助道具 先去黑炎城的炼药师工会 考个炼药师等级吧 这会对你寻找这几样道具 有很大的帮助 去炼药师工会 那 不是会暴露我炼药师的身份吗 是不是 谁叫你们的呀 嗯 那个 来来来来 小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小哥 他好要去哪里啊 不是吧 至于这么热情吗 不就是 问了一下炼药师工会的位置吗 小家伙 他们是把你当成炼药师了 这么夸张 这炼药师的好处 我就不多说了 不过 请工会的人帮忙寻找 吞噬一伙间所需要的东西 自然会轻松很多 三角魔盒 应该是炼制血连丹的 最后一种材料了吧 聪明 但是想要吞噬一伙 一共需要三种 必不可缺的东西来辅助 而血连丹 则是其中之一 血连丹 是让你接近一伙的必备者 没有他的保护 就算是一名斗黄强者 也不敢轻易地接触 丁灵含泉 如果说血连丹是保护外体的话 那么冰冰含泉 便能护卫你的体内 它能够在你炼化 一伙的时候 不被那毁灭性的温度 焚烧成虚无 最后一种 名为纳灵 这种东西 能在你体内 开辟一个特殊的小空间 而这小空间 则是用来 仇存一伙的地方 这么麻烦 如果凑不齐这些东西 可我没有好运地遇见异伙 那怎么办啊 闪啊 没有这三样东西 你面对异伙 必死 纳灵你倒不用太过担心 当年我在寻找异伙时 刚好多倍雷电 所以你现在缺少的 便是三阶魔盒 与那冰灵寒泉 好吧 我尽量找吧 这就是炼药师工会吗 小兄弟 你要进去吧 有自己导师的介绍 介绍信吗 介绍信 老师 老师 您快点吧 丫头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说不定现在 弗兰克那老家伙 还没起来呢 四瓶零钥匙 让开吧 等着好玩是吗 哎 嗯 灵妃小姐今天是来考取 一品炼药师的吧 哼 放心吧 等我正式成为一名炼药师 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灵妃啊 走吧 今天可别再丢我这张老脸了 你放心吧老师 不就是炼制一枚重型的丹药吗 这还能难得住您的乖弟子吗 你呀 不愧是黑炎城顶级炼药师之一啊 短短三年时间 竟然让小姐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哦 哈哈哈哈 嗯 哎 老师 您怎么对那个人如此和善啊 这可不像您的风格啊 哈哈哈哈 总觉得那小子啊 有点儿与众不同的地方 不过也说不清 或许是幻觉吧 哈哈 小兄弟 找到导师介绍信了吗 呃 呃 抱歉 那东西我没有 那你的老师是哪位啊 呃 药老 师父 药老 嗯 没听过 哎 你听过吗 啊 你听过吗 没有没有 哎 现在这世道冒牌的可不少啊 都想着混吃片喝 老师 要好老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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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 来在那儿 水 哇 你一句实话 四瓶炼药师 抱歉 我并不是四瓶炼药师 现在我可以进去的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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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秀 大人 大人 您立业要请 弗兰克 雪妹呢 怎么还不见出来 考核时间可快要到了 别急 他自然是要准备齐全 还有十分钟 要再不出来 就算你是会长 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延后考核时间 你也是来考核炼药师的吗 他就是我先前跟你说过的小家伙 两位大师 晚辈消炎 今日除了考核炼药师外 还另外有事相求 不知工会 是否可以帮我找到几样药材 小家伙 倒是不见爱啊 不过要得到工会的资源 还要看看你能不能通过考核再说 老师 抱歉 我来迟了 这种日子还迟到 好大的架子啊 老师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奥托这老家伙可早就等不及了 奥托大师 学妹丫头还是这么有礼貌 可比我那个 好了好了 来了就赶快开始吧 待会儿可别又像上次那样炸顶了 你自己失败没关系 可别打扰到我了 即使没有干扰 你失败的可能应该也不小吧 到时候可别找副会长大人哭鼻子 你 好了 小家伙 你也去你的位置吧 是 炼药师考核 正式开始 各位考生 不必太过急躁 十台之上药材冲突 炼至自己最拿手的丹药即可 考核不要求丹药的等级 成型为准 考核时间半个时辰 十九岁 比那两个丫头还要小伤一些 这个年级 想要成为一名医品脸药师 势必要在十七岁之前就成为一名斗者 怎么可能有人有这样的天赋啊 小家伙 失败了没关系 你还有大马的时间 这 这 考核时间到 雪妹 丹药成型 通过考核 意料之中 你一定是运气好棒啊 灵妃 丹药成型 通过考核 我就说嘛 这种小考核 根本就是小儿科 你转什么转啊 增气散 高级 最后一名通过考核的是 消炎 亏这两个丫头 争了这么多年 如今这小家伙 小心 却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也好 这也得让他们知道一下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呃 那个 我能不能 继续进行二品炼药师的考核 啊 喂 你这家伙 不要太小看二品炼药师的考核条件了 你不仅要炼制出二品的丹药 而且本身实力 必须达到斗师级别 斗师 你达到了吗 我只是试试而已 能不能过也没太大的关系嘛 这家伙 是不是太猖狂了点 嘿嘿 这是你的考题 我给你选的 你不是牛气嘛 我靠富商丹 这可是二品顶级弹药 说它是三品也不足为奇 这贱人 我又跟你没仇 喂喂喂 这两个老家伙到底有没有原则呀 义伙 什么事 这家伙 这家伙 这家伙的义术 怎么可能 有点不像 凭着小家伙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控制这么浓郁的一伙 的确不像 可为什么它的火焰会是紫色 我就说为什么第一次见到它时 有些古怪的感觉 没想到 它竟然还真在我的眼皮底下 隐藏了一些实力啊 我忽然间很想见识一下它的老师了 能够调教出如此优秀的血圣 不该是无名之辈啊 它虽然能够操控这种子火 不过令丹 并不只靠火焰 灵魂感知力 以及对火候的把握 各种药材需要成分的多少 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这家伙隐藏的还真神啊 难怪我看多远了 下巴佬就是下巴佬 还整得个什么劲啊 考核时间到了 二品丹药 还是高品质的 那 这也太打击人了吧 的确挺打击人的 看来我们黑炎城炼药师工会 出了一名近百多年来 最年轻的二品炼药师了 大师 不知硝烟需要的东西 现在是否可以 哎 好说好说 有什么需求 请管提 我现在急需三接魔盒 和冰灵寒泉 这个 这三接魔盒倒好说 冰灵寒泉 来 小家伙 我们里面聊 对对对 里面聊 好 当初你不是说 在黑炎城的年轻一辈里 没人能超越你吗 现在人出现了 我记得你说过 似乎是要陪人家 抱歉 他并不是黑炎城的人 不过以这家伙的天赋 你配他 也并不掉身价 没兴趣 你喜欢 自己上班 好的 你 为了寻找吞噬一火的重要道具 冰灵寒泉 消炎加入了炼药师工会 而下一步 就是从工会那里 得到冰灵寒泉的下落 谁要一宝啊 要不要赚卖给我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哟 小家伙 来来 坐坐坐 怎么样 这炼药师长袍 还合身吧 谢谢两位大师了 实不相瞒 这冰灵寒泉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 小家伙 冰灵寒泉 可是极为稀少的天才异宝啊 以你现在的实力 似乎不可能需要那种东西吧 明早我就会离开黑炎城 去帝国东部的边境一趟 所以我要在这里 将我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 那东西实在是稀少 而且对保存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 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四品炼药师 在一处极寒之地 侥幸寻到了一些冰灵寒泉 最后却因为保管不当 竟生生化成了白雾 抱歉 我找过加玛帝国内所有的交易记录 并没发现冰灵寒泉 那两位大师 你们知道 炼药师工会可曾有人拥有 我可以花高价与之交易 这 真的没有 冰灵寒泉 可不是光用金币便能衡量的奇真 而且就算别人有这东西 那也很难让他拿出来与人交换哪 既然没有的话 那在下便告辞了 等等 小家伙 我真的不想让你跟那个家伙有所瓜葛 那个家伙 奥托大师 可不可以再说得清楚些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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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之后 一定要小心地跟在我后面 切记 千万不要惹恼了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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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 这家伙总喜欢搞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好吧 别乱碰什么东西 那是迷心摩草的眼睛 与它对视会让你产生幻觉 最好不要去看那个东西 小家伙 我们到了 老混蛋 正经炼药术不学 屁的正经炼药 老子这些东西哪里不正经了 你个老婆皮 别以为你是炼药施功亏的副会长 老子就不敢动你 你才是老婆皮 老家伙 上次被你替换了一扇门之后 老子就专门换了一扇金刚铁门 想得动气 她的实力起码在斗零起来 老混蛋 你怎么来生的啊 小颜 进来吧 小颜 进来吧 火心切花 血精草 蓝颜心石 哇 这里的收藏也实在太丰富了吧 老婆皮 你还带了别人来 小子 别想打我宝贝的主意 呃 抱歉 大师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奇珍异宝 恐怕在这加马帝国 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您比较了 这么大挺起 不过 话倒是比较舒适 没事赶紧滚蛋 老子忙的很 老家伙 老婆 上次你跟我说过 你从别人手中换来了一瓶冰陵寒泉 滚 你个老混蛋 以后别来我这里了 他叫古特 如何让他将冰陵寒泉交换给你 便只能看你自己的了 这位可是我的贵客 他要是受了什么伤 你信不信 哪天我把你藏宝石里的东西 全写成条子通不出去 老家伙 看你把我说成什么了 这个小家伙 我看来就喜欢 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呢 老家伙 别老家 小子 是我送你出去 还是你自己走啊 古特大师 我相信 这世界上没有完不成的交易 你个矛盾小子 能拿什么来做交易 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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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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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可笑可笑 这么说 我要是有您心动的交换之物 您还是可以拿出冰陵寒泉的喽 别傻小聪明 我可不吃这一套 不吃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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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那您看 这个怎么样 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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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 我还以为你知道它是什么呢 半生子晶圆 小子 看不出啊 你竟能搞到半生子晶圆这种奇物 小兄弟啊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小炎 小炎小兄弟 那个那个 既然你在寻找冰陵寒泉 那么它是如何稀奇 想必你也清楚吧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何必将半生子晶圆这种奇物 拿出来 这么和你说吧 你的半生子晶圆的确也算一件奇物 不过啊 你也清楚啊 这东西啊 只对修炼活属性功法的人有效 这可是限制了它的价值哦 骨头大师 您也别把我当傻瓜忽悠 你我都清楚 半生子晶圆对修炼活属性功法 是有多么巨大的效果 很多炼药师 为了得到它 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它价值多少 您应当最清楚啊 这紫晶圆 我只有这么一瓶 你换也好 不换也罢 我只拿得出这东西 全身上下也数他最值钱 如果你依然觉得这不够分量的话 虽然我很需要兵临寒泉 那我也不得不选择放弃了 既然这样 那么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这笔交易失败了 那么便打扰大师 这是我最后一天 在黑烟城停留 明天 我便离开加玛帝国了 希望日后 有机会再交易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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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要不要 这个老混蛋定力也太强了吧 难道紫晶圆 对他的性力真的不够吗 阿姨 看来我这紫晶圆又要缩水了 小子 你 你赢了 我这一生 还从未见过半生紫晶圆 因此 你很幸运 古头大师 多谢成全了 当年听某个混蛋说过这半生紫晶圆 不过却从没亲眼见过 今日算是有幸了 古头大师 能否将冰灵寒泉拿出来给我看看 接什么解 你要的冰灵寒泉 拿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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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就是他 看来这老家伙还是挺讲细语的 这冰灵寒泉 不愧是难得一见的医保 难怪在吞噬一伙时 必须有这东西相助 别让我再开闹他 没事就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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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忽然有些羡慕小一线啊 有一个飞行坐骑实在是太方便了 好 以后一定也要搞个飞行宠物 大人 你实在对不起 饶过小的这一次吗 你这不长眼的家伙 老师可是正宗的三别料师 他老人家有什么受伤 你担待的请 啊 掀了 这 挡了我的路 害我替你把脚给弄脏了 师父 就是他 你 小家伙 可以吗 居然能搞定古特的老家伙 包托大师 小爷 你好慢啊 听说你要走了 那还会不会回来啊 我去 这丫头 吹的哪门子邪风呢 这是你要的三阶魔盒 多谢弗兰克大师相赠 嘿嘿 小事一桩 小家伙啊 半年之后 都城会举行一场炼药师大会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炼药师大会 这可是加玛帝国炼药界的盛世 就连大陆上其他帝国的一些炼药师 也会赶来凑热闹 错过了可是有些遗憾哪 好 如果到时我有空的话 一定会来看看 哎呦 正事都给忘了 小家伙 你在这排队做什么呀 这帝国的规矩 炼药师是可以免费享受 飞行运输航特殊服务的 来 好 来 那萧炎便不多做停留了 谢谢各位的好意 后会有期 萧炎 一定要回来啊 特殊服 在这里 炼药师的地位还真实 是我 是他 这塔格尔沙漠可真够远的 东皮开黑炎城两天了 这塔格尔沙漠可真够远的 这塔格尔沙漠可真够远的 对了老师 这血连丹的材料已经收齐了 礼途漫长 怎么 现在就想炼制血连丹了 提前准备好吧 老师当初不也说过了吗 运气好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突然遇见一伙呢 这血连丹 可是能够集身进入五品的高阶弹药 炼制它 也确实不定 需要一定的时间 五品弹药 整个甲马帝国 恐怕你就单往骨盒 能够炼制而出吧 还愣着干嘛 赶紧的 是 好的 这边的红武还真不错啊 那不再帮您挑准 最算好压着 放快口味 又是你几个家伙 您瞧 瞧 哈哈哈 近距离观看如何炼制高阶弹药 对你好处可不小啊 是 老师 好好学着吧 老师有着一伙相助 已经用了整整两天半的时间了 平常的炼药师 想要成功地炼制出这血连丹 估计每个十来天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丹药要成了 啊 啊 守住门口 给我几分钟安静收担的时间 虽然 消炎小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哈哈哈 最年轻的二品脸药师消炎 诶 这么快就怕我们给忘了吗 你们几个真是阴魂不散呢 诶 上船的时候你跑得还挺快的嘛 哦 对 听说你从古特那老家伙手里 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 嗨 那些什么东西的不重要 小兄弟 刚才突然出现的能量波动 可是由这里散发出来的 毕竟大家都处在千米高空之上 万一出了点事 我们可就都要遭殃啊 是啊 这位小兄弟 大家现在可都在同一条船上 还请麻烦把那些危险的东西拿出来 给我们保管 不然 这对大家都没好处啊 对啊 对啊 各位都是明白人 不必和我装傻冲浪 我家老师正在里面做的事 并不会影响到飞行 还请诸位能给个面子 不要胡乱打扰 否则 小兄弟 我们只是检查一下而已 不会不是 很麻烦让我们一下 我看你会是在你里面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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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最后一条 我看你会是在我们的地方 我看你会是在我里面做的地方 快快快 不好 听说你要收拾我 大人不不不 我们并没有忘返您的意思 我们只是想保证一下我们的安全而已 你们是想要他 大人您说笑了 我们怎敢打您的主意呢 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先前 先前是开玩笑 本不想杀人 如果你自己找死 那也就算了吧 这就是异火的威力吗 那可是一模真正的大道师了 难怪会让那么多人拼了命的想要得到他 这种力量实在是太诱人了 小子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这 您是说 有秀炎做人质 你 你 你也会死在这里 绝对 你 操不掉 得 不会放过你 大人 大人 我愿意追随您 只求您能放我一条生路 唉 这人 怎样解决随你 嗯 我可不需要这种随从 忍者之心 也要因人而异 江湖险恶 人心叵测 如果不早下决断 日后被出卖之时 后果 你自己想想吧 又是一只魔戏 魔兽固然凶残 但与人性险恶相比 还真不足挂齿 没错 所以 一定要当断责断 经此一战 确实让你成长了不少 及时看清人性的险恶 以后面对绝境之时 也不要把后背交给不信任的人 说不定会像那名炼药师一样 有把意想不到的匕首 捅进你的胸口 只有绝对的实力 才能避免为了生存 而扭曲自己的人性 最后的修行之地 塔戈尔大沙漠 终于要到了 昂志 是昂志 昂志 昂志 云芝 你怎么也在 纳兰燕燃 做噩梦了 你刚刚喊的是 纳兰燕燃的名字 老师 四年之月我万一败了 输掉的不仅是我的尊严 更是家族的未来 我 你在担心 纳兰燕燃会比你强 你有想过吧 这个世界上 才没有什么真正的强者 有的只是想要变强的人 如果想真正把剑回出去 就要把心里的事放下 我想回剑和专注做事一样 应该就是把心里的顾虑 全部放下 相信我不会看走远 虽然你天赋不低 可你的付出 才是最后成功的关键 我很期待几个月之后的三年之月 当年他给了你难以抹去的耻辱 如今 你已经有资格自己去讨回了 多谢老师之教 还真的是间房子 差点乌人城了海市圣楼 正好 去买一份塔格尔沙漠地图 备好足够的水源 再顺便看看 有没有驱蛇的药物 这沙漠里头还有蛇啊 塔格尔大沙漠里 有一些蛇人区 他们虽不算什么厉害角色 但最擅长的 便是驱使毒蛇进攻 小心点 走没错 老先生 我是来买地图的 先生要是忙的话 我就自己先随便看看了啊 这 这 净年妖火 你们这家伙真是好运 竟然会在这种地方 找到那没有半点头绪的地图残片 看来 您与那净年妖火 还真是有几分缘分哪 你是要购买塔格尔沙漠的地图吧 老先生 能否给我一份 最精准与详细的沙漠地图 东西在柜台上 自己选吧 老先生 不知道您这里 是否还有这种地图残片 你见过这种残片 只是曾在拍卖场 见过与它相似的 没了 这也只是我偶然间得到的 那老先生能否告诉我 您是在哪里得到的 沙漠中挖到的 老先生 能将这块残片卖给我吗 我愿意出高价 不卖 别再打这残片的主意了 我不稀罕钱 另外 也别打什么强强的念头 那对你没什么好处 的确 在一名或许曾经是 窦黄级别的强者面前 我还真不可能强强的 我还真不可能强强的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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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不可能强强的 你带走 云兰宗前任宗主决战云兰山殿 在加玛帝国与出云帝国举办的强者大会上 他一人独占对方两名窦皇一经全场 而在那次大会后 兵皇便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小心点 这老家伙不是个普通人 他真正的实力应该在窦皇级别 不过他似乎受到什么力量的压制 现在的实力仅仅只在窦灵左右 可即使这般 要杀你也是一如反掌 这种强者 为什么偏偏都让我遇到了 你运气好没 老先生别误会 我并不认识你 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这张地图残片对我很重要 还请您能通融一下 当然 您需要什么东西 只要我能拿得出 一定不会拒绝 小子 没想到你也有些底子 老先生 您看如何 我说过 我不会将它出售给任何人 老先生 这东西我今天势在必得 就算您不答应 小子也要强行带走啊 这 武器居然还有减缓速度的效果 这次恐怕真是有些麻烦了 当年我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东西 它其中所蕴含的秘密绝对不小 将让我平白无故地交给你 做梦 林平静 林平静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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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 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不可能是那些事里的人 好久没人能让我如此竭尽全力地对待了 这是灵魂力量 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 我今天早还不信了 会被你这毛头小子搞得毫无还手之力 哇 是用光顶的在损迟 你看能让你这毛头小子干了 这部分都会被他们想要 算干了 因此最最竟的烫火 让我已经发生了 那天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咬的招指 招指 咱也怨不得老鼓了 堕り去 咬的招指 空袋 隔矿 硬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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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鸩 硬鸩 优优独立 老先生 我早说了无异与你交恶 只是这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有些重要 所以 没想到隐居在此二十多年 今日却会被你一小辈弄得这般狼狈 当年在沙漠中费尽心机地得到这块残土之后 我便是将之完美地分割成了两份 你本来可以不用说出来的 将这秘密告诉我 总不会只是用来激怒我这么蠢吧 小家伙心智果然不犯 说说 你究竟是要怎样 才肯拿出另外一小份残土 能将我从冰层中释放出来吗 当然 如果你不怕我反驳的话 真好奇是哪个老变态将你培养出来的 我能锁住你一次就能有第二次 所以别耍花招 不然下次结冰的就是你的血液了 好恐怖的冰冷火焰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先前所使用的应该是一种神奇的异惑吧 你也知道 我本来的实力应该是一名洞皇强者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我的名字叫海波东 或许你并没有听过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冰皇 还好老夫的名头 没有随着时间而灰飞烟灭 你竟然还听过 的确是让我惊讶 没想到 那明冻加玛帝国的窦皇强者 竟然会隐居到沙漠来 当一名出售地图的商贩 当年 我在这里遇到了沙漠中的蛇族皇者 梅渡沙女王 要知道 梅渡沙女王 可是在斗皇中排名顶尖的强扯 那场战斗中 我没有丝毫意外地败在了她的手中 而且中了她的蛇之封印咒 实力被封印在了斗灵级别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破解封印吧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可没那本事 本来我也不会将另外一小份残土的消息告诉你 不过 你最后施展出来的森白火焰 确实让我改变了主意 只要你能将我所需要的丹药炼制出来 我不仅会将那块小残土交给你 而且还会欠你一个人情 你所需要的丹药是几品 六品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二品料事而已 你应该知道 一名斗黄强者的人情指什么价 不管如何 丹药炼 丹药火有关的地图残片 我们必须弄到手 那会对你日后进化功法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你的意思是 先答应她 而且一名斗黄强者的人情 也确实值这个价钱 你应该知道 请炼药师炼制丹药的规矩吧 药材自卑 药方所需要的药材 我已经凑齐了大部分 但是还差了一种 这种药材名为沙之曼陀罗 只有在蛇人部落的范围内 才能找到 可是你知道 我体内有着美杜莎女王下的封印 只要一踏入塔格尔大沙漠深处 就会被她察觉 我去 这不是坑我吗 现在还要我去为你跑一次啊 我不敢 有一些情报 或许你会感兴趣 什么情报 异火 你或许也应该听说过 塔格尔沙漠云有一伙的一些消息 你知道塔格尔沙漠中的一伙在何处 我这个人对绘制地图很感兴趣 曾经在塔格尔大沙漠内转了转 也侥幸地弄到了一些有关一伙的消息 我将这些消息之中的地点路线探查了一番 大概的知道 哪个地方拥有异火的概率比较大 如果没有我的指点 你就算在塔格尔大沙漠里 赚一年的时间 也难以寻找到异火 怎么样 只要你答应帮我搞来杀这曼陀罗 我便将我多年研究的异火消息 全部给你 成交 记住 你最好先去东一北两个火焰标志的地方 西方那里已经接近塔格尔沙漠深处 梅渡沙女王能够感受到任何进入她范围内的人类气息 面对梅渡沙女王 我并不觉得你有多大的机会能够逃生 老师 已经走了十多天了 我们不会被那老家伙晃点了吧 再找两天就转路去北边 两边来回一折腾 至少还要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这沙漠的环境极为严酷 不过其中所蕴含的火手性能量格外精纯与霸道 刚好极为适合你修炼子火斗气 没关系 反正这几天我也习惯了 想看我笑话 老子没啥优点 就是适应力强 命比蟑螂硬 来吧 焚血伺候 最近这个动作越来越显熟了 焚血 配合这种修炼方式 能够充分地吸收沙漠中沉淀的精纯火属性能量 比你在魔兽山脉中的效果要强熟 快乐 快乐 二行斗尸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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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猜什么东西 兄弟请留步 我们的佣兵队伍被杀这佣兵团袭击了 还请兄弟能够去始磨城帮忙求一下救兵 抱歉啊 我赶时间 兄弟 还请帮帮忙 若是小队能够获救 我们墨铁拥兵团绝对会中金重现 墨铁拥兵团 石墨城的墨铁拥兵团 你们团长的名字 萧鼎 萧丽 再给老子反抗 我就马上打碎你的脑袋 你给我干掉那些墨铁拥兵团的家伙 不行 你敢 两位团长 要是发现我们没有回去的话 那你们应该是侮辱蛇人领地 被蛇人给干掉了 我们又不会放逐 你说是吧 不会 我真不会啊 可别难为我们了 老大 大家小心点 蛋仔已经回去求救了 只要坚持一会儿 我们就能得救了 放心 我会留着你的 杀了他们 拿走他们身上的魔盒 不能 什么人 竟然敢这样对待 我魔性辛辛苦苦抓来的蛇族宠物 你们是墨铁拥兵团 是 是的 混蛋 我们可是杀之傭兵团的人 你要知道 得罪我们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还没有 这个人 是 这家伙 好暴力 兄弟 等一下 带头的可是 都 都是 好嗦 小姓兄弟 带子先走一步 你慢慢参观 小妖妇 为什么离我这么近 害得我把毯子都弄到地上了 十万一 厕所 神 Muraki 这是 proprio каким是 以后 这俩进行倒霉 这个 老板 有话好说 何必动手呢 这瓷器要一枚金币 他赔得起 走去 谢谢主爷 不过这个爷 我劝你一句 这女孩就是祸水 您哪 还是离她远点好 好了 都散了散了 走了走了 你没事吧 她叫青霓 是蛇人与人类的后代 不过这种婴儿 一般很难活过两岁 可她是个例外 但人类与蛇人 都将之视为诅咒 她能多活这么多年 除了受到的白眼 与嘲讽更多之外 似乎并没有别的东西了 两位团长看她可怜 所以收留了她 做侍女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吓您的 好漂亮的脸片 抱歉 让你受了些惊吓 哟 雪岚 你没事吧 听弹仔说 你们遇到杀之拥兵团的袭击了 没事 两位团长在吗 都在 自同知道这位小兄弟姓名之后 两位团长可是兴奋得有些坐不住了 两位团长经常会提起你 但在那家伙 已经把你给宣扬出去了 看来你们 是猜出我与两位大哥的官司了 是的 二哥 小银子 竟然真的招来了 可以啊你 二哥 你想拍死我呀 小银子 几年不见 真的长大了 大哥 大哥也是越来越英俊潇洒了 傻家伙 看来在我们走后 你经历了很多 这般定力与亲致 或许连你二哥都比不了啊 好 今天我们一醉放秀 好 干 干 干 清凌 站着干什么 团长 您的卤肉 今天呗 沙漠边缘的人 都与蛇人有着难以抹去的血仇 他们一想到面前的小女孩 体内流着蛇人的血液之后 便会忍不住地 流露出厌恶的情绪 同时拥有人类与蛇人血脉的清零 则承担了双方的歧视与厌恶 说起来 她也是一个极为无辜的女孩 你跟我以前很像啊 清凌 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 你只要记得 你不是为别人而活 为的是你自己 说得好 清凌 估计我们要喝得挺晚的 你就不用帮我们忙活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小家伙不错呀 你那诡异的体质问题 给解决了 似乎还晋级为斗师级别了 前不久历练时 才进入的斗师 真了不起 这种修炼速度 即使是你小时候最巅峰之时 也比不了啊 说到小时候 我在家族中的闻废物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哥哥 那时候 你们依然是维护着我谨慎的尊严 你们将所有敢出言嘲讽我的族人 教训得遍体鳞伤 事后还不忘带着那被家法伺候的伤痕 笑咪咪地安慰我 你二哥一直抱怨我 当初没把你也带走 可在加玛帝国游历的那段时间 我们几次差点丧命 若是让你跟在身边 岂不是反而害了你 留在家族之中 至少父亲能照顾你 好了好了 好不容易见面 也就别再说以前那些丧气事了 还好小炎子没出什么事 不然日后回去 定要把那些小王八蛋 好好教训一遍 好 不提以前那些事了 你只需要记得 我们是亲兄弟 当初 我与你二哥建立墨铁佣兵团 便是希望能替日后的你 建造一个安身之所 是啊 和我们一起发展佣兵团吧 这里有我们在 也算是给你一个安了窝 另外 我们也找个时间回去看望一下父亲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回去 父亲一定很想念你 是啊 答应了吧 小弟是很想留下 也非常感谢二位哥哥的好意 但是 三年期限快到了 三年期限 纳兰家族的纳兰燕燃 真的来家族逼迫父亲解除婚孕了 他们还真的是有些欺人太甚了 这些事情我会去处理 大哥和二哥 安心发展你们的势力就好 说不定日后我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还得靠你们保命呢 我此次来塔格尔大沙漠的目的 是要寻找异火 这是我弄来的一张地图 在这处火炎标致的地方 应该有机率寻找到异火的踪迹 不过我对石墨城周围的地形 你真的要赋约吗 云兰宗这尊庞然大物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 不如先留下来 之后的事情由我跟你二哥 想办法去处理 你也不必这么辛苦 你看如何 如若这般 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你还想去 这里已经为你准备得如此妥当 二哥 我知道你们的好意 每股三大五 结束了 怎么做的突然 二哥 这 这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好 不愧是萧炎子 你的实力 可以让我们放心了 莫铁拥兵团所有团员听着 从现在开始 对萧炎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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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火 存在于这片茫茫天地间 它或许是天降雨时中 所携带的那座火苗 或许是火山深处 被断烧了千百年的 熔炎地火 也或许生于虚无之中 无象可寻 无心可抓 充满狂暴气息的一火 可断世间万物 更不要提 那些脆弱的肉体了 好详细啊 这种地图 我可是第一次见 的确详细的有些过分 这块火焰标致的地方 应该是石墨城的东部 是东部偏南的位置 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 太过奇异的地方 对啊 那个地方 我之前做任务的时候 带人搜索了几天 就是一片沙漠而已 看来 这里并没有异火 怎么了 青蕊 石墨城的东部位置 似乎 的确有点奇怪的东西 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感应的是否准确 你是如何知道的 你似乎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我 我不知道 半年之前 有一股极极强大的气息 出现在石墨城外 这股气息 与我体内的一些血脉 有些相似 而在那股气息面前 即使是杀之拥兵团的团长 也比他弱了很多很多 杀之拥兵团的团长 可是一名大斗师啊 那对方 岂不至少是斗王级别的强者 与你血脉相似的气息 难道是 美毒杀女王 美毒杀女王这种超级恐怖的人 竟然会在石墨城周围转了一圈 半年前 他突然来到了石墨城的东部 那一夜 那里的能量极为的暴躁 而且我还知道 在他离开的时候 似乎还是受了伤 你知道他停留的地方 具体是哪吗 虽然时隔了半年 但他所遗留下来的狂暴能量 还会时不时地发作 而就在早上 二团长和萧炎少爷切磋时 能量刚好再次爆发 我 我依靠着体内的那丝石人血脉的感应 应该是这个地方 少爷想去的话 清零会尽力带您去的 那便多谢清零了 那里 正是杀之拥兵团总部的边缘 杀之拥兵团 出去了一个小队 救你魔星一个人回来了 老大 这次真的是个意外 没想到萧鼎他们 竟然找了帮手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 设立了陷阱 所以我们才猝不及防 损失惨重啊 混账东西 连我杀之拥兵团的弟兄都敢动 老大 萧鼎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 要知道 我们杀之拥兵团 才是石磨城的老牌势力啊 那两个毛头小子 这才来了没几年 竟然便是干这般胡适我们 若是放着他们继续下权 恐怕后患无穷啊 老大 别担心 我都查清楚了 那个帮手 是萧鼎和萧丽的兄弟 实力 也就是在斗师级别 老大 不能再放任他们了 准备人吗 我会亲自把这笔账 给算清楚的 老大英明 老大英明啊 萧嫣兄弟 我们的人已经把前面的路 看清楚了 不出意外 半天时间就能到达了 多谢各位兄弟费心了 哪里的话 前天 我们被沙之拥兵团小备围攻 兄弟出手相救 我们还没机会回报呢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真正地进入了 沙之拥兵团的范围 这几句 小野兄弟 务必要格外地小心 沙之拥兵团 是石磨城范围内 处城主府之外最强的势力 虽然总体实力 我们获铁拥兵团并不逊色 他们的团长卢布 是一名大斗师 你应该清楚 大斗师与斗师之间的差距 所以平日若无大事 我们一般都不会去招惹它们 但是沙之拥兵团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了 较弱的拥兵团 几乎都已经被他们吞并了 而较强的拥兵团 也在他们的小手段下暗中瓦解 哼 要不是上次任务中 我们不小心进入了蛇族领地 让我们伤亡惨重 也不会让沙之拥兵团的混蛋们得逞 看手段 他们也不是什么正牌的货子 兄弟们早就对沙之拥兵团的做法嗤之以鼻了 不过这次帮助硝烟兄弟寻找异伙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两位团长也是非常的谨慎 先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摩擦 那个 硝烟少爷 就在前面了 请 请 清理 你确定是在这里 嗯 哼 哼 少爷 在我的感应之中 异洞的发生地点 的确是在这里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 以及奇异的山洞 不过 青林似乎又很肯定 既然地面没有 天空也没有 那么 或许在这里 大哥的意思 是地下 我们团内正好有一些精通查探地形的好手 应该不难寻找出进入地底的通道 既然如此 那就只得麻烦他们了 许岚 你带人去周围做好侦查 好 我马上安排人手 这次的行动 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希望能在一天之内 寻找出通道 没关系 大哥与二哥 只管让人搜索就好 至于那沙之用兵团 若是他们真想要插手 那便由我来解决 你能解决 沙之用兵团的罗布 二哥放心 我会如此说 自然有着把握 你们只需要派人 将通道寻找出来便可 义皇 我 我 好 照这样看来 恐怕要不了多久 杀之佣兵团就会派人过来 除了一个萝卜 其他的都是一群软蛋而已 若是真把我惹急了 他们也别想好过 团长 第三小队 似乎发现了一条通道的痕迹 让开让开 快让开啊 让开让开 就是这里吗 是的 这里的洞口本来被黄沙堵住了 若不是清林察觉到这里残留这些异样的气息 恐怕我们还真难以发现呢 那个 少爷 下面的通道中 顺着那人的一些气息 我应该能带您找到正确的路 小丫头还真是管用 既然这样 那我们便动身 你们要动身去哪里啊 团长 外围侦察小队全部被干掉了 而且周围埋伏了大量杀之运兵团的人 该来的终究会来 各位 破铁拥兵团正在执行任务 还请不要干扰 萧鼎团长 我可没听说拥兵工会什么时候发布了这种认为 而且这里可是我们杀之拥兵团的控制范围 我们过来 这似乎没什么不妥吧 莫乡 上次若不是罗布出手 你现在恐怕已经变成废人了 你 你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们团长也对这块地方很感兴趣 所以 所以 你可以滚了 又是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敢说我兄弟如此说话 兄弟 你敢杀我 二团长 二团长 墨铁拥兵团 我还想找你们呢 你们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老大 那小子就是萧典和萧丽的兄弟 那天就是他埋伏到我们 今天来此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请罗布团长管制点杀之佣兵团的团员 请他们以后 再也不要出来打扰我大哥跟二哥的正事 小子 你也太猖狂了 你算哪根葱啊 老大 你看 他们都快要骑到我们头上了 你这狗头军师 你出的主意还是挺恶的 你这狗头军师出的主意还是挺恶的 你这狗头军师出的主意还是挺恶的 狗 狗王 不到二十岁的狗王 嗯 先前我提的事情 呃 权医大人所言 我们绝对不会再干涉莫铁拥兵团的任何事 哎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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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待会儿 你就帮我指点道呜 嗯 嗯 就是 义黄 想你真的有吗 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大家小心了 请发现情况 有一种火焰生于大地深处 历经大地之火的无数次锤炼 融合 压缩 凋制 十年成灵 百年成行 千年成连 大成之时 灵芯再生一蹴清火 其名为清连地心火 通道中弥漫着极为强烈的火属性能量 众人在清灵感知力的带领下不断下潜 而不知下潜了几个小时之后 剩下的几位佣兵也是忍受不了这种高温 而无奈地选择了退去 义狐 这前面真的有吗 没想到 在石墨城的弟弟之下 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恐怖的地方 是啊 好壮观的第一连将世界 已经没有路了 而且 我修炼的是木属性功法 刚好被火属性能量克制 这里 已经是我的期限了 这小丫头 果然是有点奇异的地方 我进去看看 进入那沿江之中 难道你还想游过去不成 这是 自然不可能游过去 斗气化意 你真的达到了斗王 这怎么可能 大哥 相信我 不会出事的 我去试试 小心点 若是有变故 赶紧出来 不管这里没有多恐怖 我都必须进去看看 少爷 有东西在跟着你 快回来 咱们快回来 少爷小心 有本地木剑 保護 我的东西 这究竟是什么罗上的 小爷 小爷子 这种感觉 毫无舍 小家伙终于支撑不住了吗 老师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双头火灵蛇 靠吞噬岩浆为生 进化空间极大 若是机缘足够 或许能够进化成为 堪比洞皇强者的六阶伯兽 看来这里的确有着一伙的踪迹啊 坑 wollten 导演 玩 这是什么东西的战斗啊 这家伙还要动真格的了 这家伙就在干什么呀 团长少爷他还活着 还不赖吗 难道 让我出去 快 快走 起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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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带着清零回去 我留在这里继续找他 现在能处上看见我就只会跑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到我了 这地区面积这么大 你想要从这里找出异火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少爷 清零或许能够知道异火在哪里 出来吧 少爷 别打他了 他不会再攻击我们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我似乎和他建立了一种奇怪的联系 应该引导他的意识 哎呦 了不起啊小家伙 为什么你每次遇到的人都是稀奇古怪呢 上次是一个恶难毒体 这一次也不逊色 竟然遇见了一个拥有碧蛇三花筒的小女孩 碧蛇三花筒 很显然面前的这头火灵蛇正好是倒霉 被这小女孩的碧蛇三花筒给钳定了契约 少爷 他说一火在这下面 啊 哦 原来如此 难怪我为什么察觉不到一火呢 原来是被这些地穴融浆给掩盖了 老师 这里 能下去 嘿嘿 想要得到一火 自然不会太过容易 怎么样 敢跳吗 小家伙 抓紧时间 虽然我能够让古灵灵火暂时地保护你 不过 却要消耗大量的灵魂力量 若是失去了灵魂力量的威蚩 你就会被容易瞬间烧成灰烬 有啊 等着我 清理 我们要相信他 硝烟给我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 他既然可以下去 就一定可以平安地回来 走 走 去 co movie 小家伙 半个时辰之内 必须回去 什么 怎么了 你看看现在外面的岩浆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周围这些岩浆的温度 已经快要超出 我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不会吧 古灵灵火 不是在异火榜排行第十一吗 难道下面那个异火 比老师的还凶吗 我现在毕竟是灵魂状态 过来的灵魂的力量 不能发挥多少 再加上周围的环境 半个时辰已经是极限了 好了 抓紧时间 你究竟还要下潜多远 满竹香 半竹香之内若是再见不到异火 老子不找了 挤着他 回去 不找了 被这初衷给耍了 青莲地星火 老师 我们找到了 没想到 竟然真的找到异火了 过去看看 我会加大防护力度的 虽然青莲地星火 在异火榜只是排名第十九 不过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却是最绝佳的当机 几年的努力 终于是有了一份收获 我看这青莲的形状 并且已经历经了千年的岁月 应该已经凝聚出青莲地星火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没有 以这朵青莲的形状来看 心该早就生出青莲地星火了呀 怎么 怎么会没有 安静 给我冷静下来 没有 再继续找不就是了吧 斗气大路这么大 又不是只有这里才有异火 可 可我费了这么大的劲 难道 就得到了这个空手而回的结局吗 唉 你能来到这里 已经很让人羡慕了 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目标拼搏 可当他们在付出了所有的代价 却没有看到心往后 依然没有选择放弃 命远不会老是袒护你 也不会总是疏忽你 他在为你关上一道门的时候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 学会放下 你将会恍然大悟 才可能月朗风轻 是啊 老师 任何的限制 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 我想啊 我们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什么东西 这是 七彩蛇鳞 七彩蛇鳞 我说为什么莲花中没有青莲地心火 原来是有人杰族仙灯了 七彩蛇鳞 在这塔戈尔大沙漠中 只有一人拥有 那便是蛇人族的 美类毒蛇狼王 看来 我们还是真得去一趟 塔戈尔大沙漠深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